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幸运的是两年我就七七年了 就粉碎四郎班了 就可以高考了 所以没有待那么久 但是老自清确实他们是非常的 很多人很绝望 很多人就破管破摔了 很多人就非常的消沉 这确实有这样的 那么他们已经 比如说就说有病 就跑回城里再也不来了 那么他们基本上 招工也没有希望 就推荐上大学也没希望 就说他们的未来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那个年代 不像你们说去哪里干活 根本没有活干 就如果说不是正规 长得途径工厂 你不是招工招进去的 你没有一家工厂 你能找到活干 大家理解吗 没有一个生产队 你能够去劳动 没有一块田 能够让你劳动 你们现在很难理解 我去街上干活 街上哪有街上干活 就是你根本离开了组织 离开了集体 你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了 也没有口粮 他不来也没有口粮 所以你不知道这些人 后来我们的经理好几个 他们就绝望了 就跑掉了 就跑到城里 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但是不知道他怎么生活 当然后来知道了 有的人就是做小偷了 他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特别到了后期 到了七 接近这些 其实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下降 我是七六年下降 七六年 七七年 那个时候以后 知青就非常的 确实老知青 已经非常的低沉了 我们那时候唱的那些歌 都是非常的低沉的那些歌 像这些呢 在六九年郭如春就写下 相信未来 这确实是很让我 非常非常的钦佩 就那个时候 他们有这么一种 敢于消沉 敢于绝望 那么那是一种勇气 大家知道吗 就说在绝望的年代 有希望 那是很 那是不需要佩服的 绝望的年代 你敢绝望 那是令他佩服的 我们那个时候 根本不敢绝望 不敢这么消沉 所以 郭如春在六九年 写下这样的诗 这么消沉 这么绝望 其实现在 一直把它解释为 它是多么的 满怀着一种信念 是吧 相信未来 其实你发现 这种相信未来 是满孩子 是隐藏在 巨大的绝望当中 或者说 它背后是 有着巨大的绝望 它其实是 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因此要去相信未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年代 你要表达豪情壮志 要振作 其实是 一种普遍的 一种普遍的行为 你是可以互相模仿 和互相感染的 但是你想 消沉 你想绝望 你想颓废 那个是很困难的 是不是 大家说 大家说 你腿肺意味着 你被生命的 往前发展的运动 所抛弃 我觉得腿肺 它一直富有 一种艺术的魅力 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能够 和一种生命的 共同体 脱离开来 和生命的一种希望 脱离开来 那么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力量 这是一种力量 所以我读这首诗 我感到它是 在相信未来的背后 实际上是一种 巨大的一种绝望 你看看 它的词都是 猪网 悲哀 鱼烟 灰烬 是吧 用美丽的雪花 写下 相信未来 当然说 美丽的雪花 写下了 相信的未来 它能多久啊 它很快会被融化 是吧 当然也可以 另一种解释了 因为春天到来了 所以未来也就来了 因此雪花融化了 没关系 还有深秋的泪水 我的鲜花 意味在别人的情怀 这有点像是 失恋的一种词句 是吧 经常把少女 比喻成鲜花 是吧 意味在别人的情怀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含义 但是当时 他是 郭露生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背景 他是和李亚兰 李律三之女结婚 七年后离异 但是并不是那个时候 我 仍然固执着 望着 凌路的枯塔 你看看 凄凉的大地 那么 据说这首诗呢 与郭世英 就是郭木洛的儿子之词 有关系 郭木洛的儿子呢 是 曾经就读于百大哲学系 他 曾经搞了一部 一伤 叫太阳众队 参加者呢 有郭露生 木敦白 这个蟑螂朗的呢 所以后来他被逮捕 那么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 我看到有些材料 披露说 郭世英死 郭木洛 以他当时那样的地位 居然没有办法 保护他的儿子 免于一死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该怎么解释 那么 同时的他知道 郭世英的死 他并没有多么的悲伤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怎么解释 因为 有一些材料 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披露 这是郭世英 就是郭木洛的儿子 当然我对这个诗的解释 还是 也试图 还是给予他 以某种 对信心的一种表达 在悲怆和伤痛中 还是表达一种 不屈的信念 但是我依然会认为 就是在迷茫 当中的那种 豪迈 和个人的忧伤 它是 非常内在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 内心的那种绝望和创痛 是表达的 非常的彻底 我觉得是 这么一种状况 他的风狗 也会受到很多 视频家的赞扬 但是我觉得 他确实是一个 得了精神分裂症之后 我写下的诗 太直白了 然后充满了一种 充满了一种控松 那么有些视频家 对郭禄生的评价非常高 自诸香自杀以来 所有诗人中 唯一疯狂了的诗人 也是七十年代以来 为新诗歌运动 服在地下的第一轮 那么郭禄生呢 大概 今年上半年 有一天晚上 有一次给我打电话 就是 有一次我是到外地去了 我太太接了电话 她说 一定要务必请我 要给她打个电话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 我就给她打个电话 那她在电话上 跟我讨论 这个诗的意境问题 但是我当时 没有拿笔记下来 讨论了很长的时间 就是 跟我讲了一套 她对诗的理论 那么 问我 对她这套的诗的理论 怎么看 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 但是她非常的 很有意思 就是说 她谈的都是 非常非常形式的东西 就是那种意象 什么意境 什么 什么这些 但是我现在有点忘了 当时 大概电话上 谈了有半个多钟头 那么有一次 我在开那个 是中国作协代表大会的时候 有一次 那么 有一天也是很晚 晚上11点多钟 她跟我打电话 她说要想跟我聊一聊 但是那天晚上 因为我已经回家 我说我已经回家 来不及 我说明天找时间 明天我们联系 但后来我又没找到她 在开作协代表大会的时候 她和我照了一张像 在那个走进会场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张像 我今天前两天没找着 我不知道 当时还有那个余坚 就是 她也跟余坚合了一张眼 跟我也合了一张眼 我觉得她 其实我觉得她现在思路挺清楚 因为一直讨论 那个还蛮有思辨性的 那些意象 意境 条理都很清楚 提出几个概念 我当时 拿笔水手在那个纸上 记得几句 但是我这点也是非常混乱 就是 但是没找着那个纸 这个是当时北洋店的 北京知青生活 现在北洋店是不是已经干了 干涸了吧 快了是吧 那么这是 中间这个是 约重是吧 中间这个约重 那是毛鸡线 那不是毛鸡线 那还聊着 这个是多多和盲克 那盲克 其实他们两个人 岁数一样 应该盲克还要比多多 大两岁 那么盲克 我大概是 今年二月份 跟他吃过一次饭 吃过一次饭呢 当时 当时 他刚刚 要吃了几口饭 他说 他要离开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离开 他说他的妻子正在生孩子 他这 我已经不知道他是第多少次结婚了 那么 他现在的妻子 大概比他小 三十岁 四十岁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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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这样 但是我搞不清楚 总而言之 至少小三十岁吧 那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盲克诗人 诗人 大家可以理解 诗人必须这样 那么多多呢 跟我在 荷兰莱顿 曾经 我在那里 莱顿大学 待过一年 他正好 他家在莱顿 当时 他的 夫人是一个 荷兰人 是莱顿大学图书馆的一个 一个 那个时候 我经常跟多多 在一起 在一个河边 这个喝茶 谈他过去的诗 谈他过去的 生活 后来两千年的时候 我又去了一次荷兰 又跑去看他 但是那次 我觉得 他的精神 太康奋了 他就要出事了 我说出什么事 他世界要出大事了 然后说到他的预感 911是什么时候啊 那一年 对 就在911之前 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他就要出大事 这个 后来果然出了很多的事 他说他呢 他呢 现在只参加一些 第三世界人的聚会 什么伊朗啊 伊拉克啊 什么印度啊 土耳其啊 什么 他们有开什么会的 他就去了 去了 他们 他说那些人呢 对这个世界呢 都非常的悲观 要出大事 他们说都要出大事 这是确实 我不是 不是今天 我 我回想起来 当时呢 多多呢 我去他家里 他住在一个 很郊外的 远郊的一个房子里 远处呢 就有田野 远处呢 有几只天鹅 一幅很和平的田野的景象 但他跟我说 要出事 要出大事 那么那次的多多 我感觉他非常紧张 然后这个 对世界充满了悲观 但是前几年 他回到中国了 在海南大学当教授 有一次还应邀到我们 北大做过一次演讲 是吧 我我主持的 然后我跟他一起吃饭 吃饭他开始 要 他开始要点红酒 那天是王普 我不知道崇志诚在不在 崇志诚也在 是吧 他喝酒 他要点红酒 点红酒的要谈到 提到年份 一提到年份 我的心呢 就一阵紧张 一阵抽搐 因为这意味着 这个人民币将要花去 很多 我不知道 我很紧张 我说你要点哪一个 年份的酒 是吧 因为他在荷兰呢 我们有时候也一起吃饭 一起喝红酒 但是都会去买 那个智力的那种酒 这个也比较好喝 但是又很便宜 但是他一提到年份 我不知道他要 哪一个国家的 哪一个年份 所以我就很紧张 那么后来还好 点了这个长城的 某一个年份的酒 才放下心来 那么那次看到 他的状态 已经是回到祖国的怀抱 是吧 这已经是非常的 这个 呃 谈笑丰盛啊 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所以 诗人还是不能够 离开祖国 是吧 所以回到祖国就好 那么 这些诗人呢 在那个年代 北安殿呢 他都号称是 地下室的 那个时候多说 写了很多 多多尤其是 柯雷写的那本书呢 多多给他提供的材料 也会受到国内世界的 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 就说那些东西 被标明为是 六几年写的 等等 七十年代初写的 那么这些的可靠性 到底如何 我这里姑且 呃 只是说表达 表达我们学界 对这些问题的 有一点疑虑啊 但是 你没有别的反证 那像当时 这些诗 大家都可以看到 当人民从肝脑上 葬起 像这些诗 是那个时候 最大胆的作品 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长冷的弓 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 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 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 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 像肿大的骨 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 也渐渐模糊 远远的 又开了冒烟的队伍 那么 这种诗呢 不像波鲁森的那种 绝望中的透书 还适从透视豪情 这完全是在愤怒中 一种愤怒和一种荒荡和黑暗 所以 是这样的一种诗 盲克有名的诗呢 是在那个时候 73年的这个天空 大家看看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泥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 没有人来问我 没有人宽恕我 我始终暴露着 只是把诗录用唐沫盖住 那么诗写得很惨烈 那么腿肠中呢 有一种豪气 那么这种诗呢 它有一种实在的情绪 但是又有一种预言 仿佛历史要发生 一种巨大的变故 后来有这样一个 后来白杨殿失派呢 它变得 好像变得更加庞大 所以后来北岛的 这个异举成名 我那个时候跟多多在一起 在一起聊天 聊天后来传闻 先是传闻这个 北岛要获得诺贝尔奖 是吧 这个后来 这个杨练 又传杨练要获得诺贝尔奖 我说这个如果北岛 要获得诺贝尔奖 那么多多呢 它会气得半死 如果杨练获得诺贝尔奖 多多就会气死了 这个 那么按多多的说法 就是说有白杨练的时候 还没有北岛 是吧 就北岛那个时候去 他们呢只是去玩 只是去玩 是吧 只是去玩 但是后来又有人写文章 这个说 有我们北京这种 地下诗群的时候 多多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些说法 以及关于地下诗 这个白杨店诗群等等 这都是一种 在文学史上 其实还是充满了 很多的奇异 充满了很多的 别样的叙事的东西 如果是听他们的诗人 来叙述那种历史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那种历史的一种开创 我和多多的多次 在雷顿的这种谈话 反复白杨店 以及中国 懵弄诗 主要是他一个人 在努力 一个人在努力 那么我觉得诗人 他们是有这么一种 渴望 以及有这样一种想象 同时对自我的一种想象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做文学史的研究 需要有一种材料 需要有物证 当然我们说到这里 我们会说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 创造历史 只能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 去创造自己的历史 对文化大公民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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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下司庆也好 都是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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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